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个地方可以让人停下忙碌的脚步 做个日生日落,云卷云书 大家好,我是芒果 这次到海南万宁 入住的是神兽半岛喜来当酒店 就在海边 走进大堂的那一刻 看着前方的游泳池和沙滩大海 我忽然做了个决定 住在这里的三天两晚 不去感情点 而是尽情享受真正的海边度假时光 早上睡到正安省 然后去吃自助早餐 返回房间后 坐在阳台吹吹风 看看海 泡茶 看书 午睡 下午沿着夜邻散步 找个沙滩躺椅发呆 在泡沫中跳舞 或者踩着细腻的沙子 奔赴大海 追逐日落 夕阳西下时 退潮后的沙滩上会出现很多个太阳 随着脚步的移动不停的变换 海水波弯凌凌 从银色渐变成金色 之后没入夜色 晚餐选择酒店的日落餐厅自助餐 就在沙滩边上品种很丰富 海鲜 烧烤 糕点 水果 应有尽有 看着余晖 吹着海风 听着歌声 喝着小酒 感觉所有的烦恼 在此刻都会烟消云散 接着到游泳池里游泳 让身心彻底放松 也许晚上会做一个甜甜的美梦 有人说三亚适合旅游 问您适合度假 找一间靠海的酒店 追逐日落 奔赴星辰大海 美好将会如约而至